算到零 是不是几零你也给他往里边算 就就就就就不用了 对不对 我们今天的小数点 后两位 这个参数干嘛了 告诉他要四舍五入 啊 他有很多参数 这里边咱们用的是四舍五入 比如还有包括把其他数舍去啊 或者怎么样都有 咱们用四舍五入 对吧 这时候算出来平均金额了 这会儿这个逻辑还没没没搞晕吧 对吧 算出来平均金额 接着往下走 开始便利刚才咱们的那个数组了吧 就是这条记录 所有了消费人的数组 对不对 继续往下走 如果是借贷则跳过第一个所以 因为第一个人是借贷人自己 对吧 第一个所以你不能给他再放钱 或者加钱了 因为他是借贷 他借给别人了 自己完全没消费 这时候要跳过去 咱不是借贷 这个就就没进去 对不对 好 往下走 这时候 这个数据的消费人 第一个是谁啊 刚才取出来是这条数据吧 第一个消费人是谁 一是张三吗 对吧 这时候便利到他了吧 便利到这个一了吧 对吧 好 往下走 便利到一了 这就往下加就可以了吧 消费人也是他自己 消费人也是他自己 对吧 零号数据是张三吧 消费人也是他自己 因为这是个均分 弄好了之后 我们这里边专门用了一个统计数据 放这个算好的信息 这统计数据 看到是这样了吧 张三 消费人也是 支付人是张三 消费人也是张三 是不是算好之后就是这样 是这个吧 对吧 好 继续往下走 这时候便利到第二个了吧 又过去了 这个不是借贷 第二个该是谁了 便利到二了吧 他了吧 这时候又 消费人是谁 付款人是谁 对 零号所以是付款人 对不对 付款人是张三 对吧 消费人这时候变成李四了 往下走 看是不是 是不是 消费人这个consumer user id是李四 付款人是张三 对吧 配user id 这时候 第一个便利就完了吧 出来了吧 又便利到第二条消费记录了吧 第二条是什么 这个了吧 一样 好 我们都给放过去 直接都给放过去 对吧 我们先 这个就容易理解了 我们直接放过去 好 第三条了 干什么 个人消费 二 我们看是怎么怎么走的 这个时候 这个均分不应该往里进了吧 不是均分吧 直接进到这里了 是不是数值直接取出来 个人消费 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 这个也不是借贷 又跳过去了 这时候是自己 纯个人消费吧 所以你也是一个 李四李四 是吧 到这个了 然后继续往下走 这时候出现 变成二了 这种情况了 是吧 继续往下走 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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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又是一个均分 这时候这个付款人 肯定是李四了 对吧 付款人是李四 消费人也是李四 现在是 走到这了 是吧 一往下走 走走 这时候消费人变成李四 张三了 是吧 付款人李四 消费人张三 再往下走 下面这条还一模一样吧 哦 不一样 借贷 借贷是怎么走了 往下走一下啊 这不是均分 是借贷 走到这了吧 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 嗯 这个时候 第一个锁引肯定是他自己吧 是李四自己吧 这是借贷 不应该往里边算 是不是continue 跳过去这个循环啊 跳过去了吧 再往下走 这就是一个借贷了 支付人是李四 消费人就是张三 支付人是李四 消费人是张三 对吧 这个能弄清楚吧 好 所有记录便利完了吧 我们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数组 就是刚才拆分好的 类似于这种数组吧 对吧 嗯 这个还 我应该把这个给打出来 稍等 我全给它放下来 我把这句话呢 我 我把这句话 给它暂时放开 我们一会儿更容易看这个字符 我们一会儿更容易看这个字符 然后 嗯 这个里边呢 应该是 把这个往下放一下 放到这边 这样的话 一会儿可以直接看到这个字符了 因为这中间要搞清楚这个逻辑 它不是一下子就把数据算成了 它经过好几次的这个运算 然后把这个数据逐步拆分成 咱们想要的这个样子 来来统计管理 放过去 嗯 这个是刚才看过的那边吧 直接都放过去就行了 哦 没有钱放过去 好 我们 我们取出来是拆分好了统计信息 对吧 这时候我用字符取出来一条 我们能看到就是这种样式吧 是吧 第一条是 第一条是付款人张三 这等于明显就是张三自己消费了27块5 是吧 好 往下走 首先保存了一个当前付款人的这个ID去张三 然后我们建了一个把当前的信息案付款人分类 为什么呢 我们跟这位 拆分完之后很明显所有的这个付款人都在前面 对不对 如果是拆了更散了 对吧 拆了 这种就是一条变两条 这种也是一条变两条 对不对 这 这样的话拆了更散了 对吧 但是我们的这个ID还是 付款人的ID还是都是保持在前面了 对吧 这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 可以做便利了 但是这个便利是不是就有一个技巧 我当 就跟昨天咱们那个日期似的 我当便利到本次这个付款人跟下一个付款人不一样的时候 是不是证明我就要起一个新宿主来保存这个信息了 对不对 这里边我就是用的这种方式来保存这个新信息 就用了一个按当前付款人分类的一个临时宿主 把这个信息都给取出来 看到没有 因为这里边有一个索引的判断 如果没到尾的时候 就可以加一去下一个了 如果当前付款人与下位付款人不同 则证明分类统计已经到尾 或者已经循环到数组的最后一位 这两种情况 这时候就开始统计 咱们这里边很明显这个付款人一直一样吧 我们要循环几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应该是 一 二 三 四 应该循环四遍 刚才是一遍了 这是第二遍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四遍 好 这是第三遍了 好 第四遍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到 哦 这时候还没到尾 哦 到尾了 已经到尾了 我们加一之后 再加一之后 这里边不是有一个判断吗 对吧 如果当前这个付款人跟下一位这个付款人不同的话 对不对 下一位嘛 下一个的所以 不同的话 证明这一个组就变利完了 就开始进行当前分类数组的统计 看到没有 这个统计就是在他之前分组的那个数据数据基础上 把他的这个数据开始进行累加 看到没有 前两条都是新信息 还没有添进去 所以就就 你有一个新的统计放进去 后几条呢 后几条已经有这数据 是不是在上面的基础上累加就可以了 你看我这是个add加的这个操作吧 对吧 这就是 又另外一个付款人了 这付款人是谁 变成利私了吧 再继续往下走 李四这个要循环几遍 应该循环五遍 对吧 还是应该是第二遍吗 这是第三 第四 哦 这个已经是第五遍了 证明已经到尾了 这时候已经所有的数据都便利完了 又开始做统计了 前两个又是加 你看 然后这时候剩下的数据就是累加 这又分拆好了吧 分拆好了就是什么样式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跟咱们后来那个样式非常相像 我们用什么来看呢 我们用这个来看 这个 这个 用这个 数据的这个监控的这个 是这个吧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 这几条分类完就是什么 刚三均分 对不对 这个数字是多少 38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张三自己个人消费38 然后 这个李四 李四应该给张三 金额 38 这是拆分好的 这个记录 李四自己个人消费了 五元 对吧 跟刚才咱们算了 那个统计应该是最上号吧 这个 这个不是最新的 现在还看不到 我们继续往下放 这时候是不是要做一个转换呢 因为那个 张三自己消费多少多少 呃 张三 呃 那个 因为咱们前面是那个付款人嘛 后边是消费人 这时候我们最好把它调个 是不是更容易 更容易看呢 调成这种 谁应该支付给谁多少了 对不对 这时候数据就做了最后一次 这个调换 换成什么样 个人消费多少多少多少 应支付给谁多少多少 把数据又做了一次调换 最终这个结果出来了 调换成最后就是这 3838看没 之前张三张三什么什么 然后张三李四什么什么 对不对 李四什么什么什么 李四张三什么什么 是不是最后调换了个之后就成这样了 更容易看了 是吧 最后把它显示出来 就OK 就是这样 这个逻辑应该清楚吧 它无非就是 费点事 一次性的数据 你要把它来回来拆分 转换好几次 说白了 这个东西就是用便利 用循环 对吧 DV调用什么这些 把循环用好了 便利用好了 这种统计基本上就好办了 对不对 所以说当我把数据 这种消费人的数据 我没有分 分拆成多条表 多个数据给它插 也是因为这问题的原因 对吧 这样也能算 另外一个这统计 还有一些什么方式啊 比如说 还有一种统计 你是不是可以这样 我在生成这个数据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统计数据 是不是事先给它插到一个表里 我先算一下 然后插到一个表里 谁该给多少钱 这种也可以 这种算法好写 逻辑简单 是不是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插到的是两个表里 你如果没用失误或者什么 或者是因为其他什么一些原因 很容易造成你这个数据 最后是不是要错乱呢 对不对 比如说插入的时候 报错了 或者怎么样 很容易造成数据错乱 因为你不是实时的计算 对不对 还包括什么原因 还有一个什么地方麻烦 我这消费数据 是不是支持修改的 比如说我张三借给李四五十 你当时插的时候 这个个人消费是李四应该给张三五十吧 对不对 好 我今天我想错了 我借给他其实六十 我就改了 这时候你麻烦了吧 多了一个什么操作 你这个统计数据要跟着更新吧 对不对 所以说这些这些这些方式呢 各有利弊 你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 需要去做 一个就是数据统计比较实实 但是写起来不加点 一个是写起来简单 但是你要考虑了特殊情况就更多一点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修改 还有删除怎么办 我这个借贷他后来他单独给我了 我是不是不应该记着账 我一删我的数据是不是要跟着急连再做一次更新 所以说各种利弊 你用哪种方式自己考虑好 知道吧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是吧 这就是当时我为什么把它放到一起了 这个原因 就是为了算法上算是复杂一点 但是你一次你写好 最后的统计不用考虑 考虑那么多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这样你修改删除 无所谓是吧 好 那么咱们的这个统计是怎么进行统计呢 就是 这是咱们第一个这个数据统计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然后在这里边用到了一个什么呢 用到了一个多线程和Sandle 把统计的信息更新出来 弄出来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 这个 那个 多线程和Sandle 这个你之前应该都用过了 是吧 其实用起来非常方便和简单 对 我这里边是怎么用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绑定数据的时候 对吧 等于是我把这个 这种更新数据的这种用多线程 我也给写成固定的格式了 一开始先怎么做呢 更新 首先先显示进度条吧 我们刚才看到了 我们那个显示的是正在统计是吧 是这样吧 正在统计中请稍候是吧 数据多的时候这样的话效果好点 什么 你这不用多线程 万一统计时间长 他以为怎么回事的 客户又开始在那瞎点了 是不是 点一会就死了 或者什么 就觉得你程序写了不好 好 我们先把这个钻甲给放过去 我这里边是怎么用的呢 首先 打开进度 对话框 是吧 这个多线程这个呢 我自己实现了这个线程类 是不是 里边不写了这个run方法 对吧 在这里边是不是开始取数据了 取数据之后怎么做呢 算出来统计结果之后 你用了一条message信息吧 因为这hander的你要 你要显示这个message数据 必然要更新我 因为我那是个testview嘛 必然要更新testview是吧 你要更新这个界面 空架 就必须要用hander 对不对 我这里边是怎么做呢 我直接在这里边封装了一个 hander的这个类 对吧 用它来更新这个界面 首先在这个消息里边 这个object的这个 因为它好几个参数 好几个地方可以放参数嘛 是不是这个 可以放两个inter参数 还有一个obd这个参数 对不对 你如果更复杂的 你用哪个 还记不记得 如果更复杂数据 用什么 我先放比较简单 是字符和数字 要是你想放一个 自己封装好的 自定义实体类 用什么 没用过 那这个我跟你说一下 要记好 因为你不可能 永远给hander的传数据 永远就只是 只是 inter参数据 或者sgene这种字符数据 你知道吗 看到这个没有 这个看到没有 这个类还记得吧 bundle这个类 对不对 这个就可以放 你用activity玩 就是在打开一个activity的时候 给它传过 但是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